我們看這一題 這題他說假設兩整數的合是19 我假設這兩個整數分配x跟y 加起來19 他的平方合是493 那麼他問平方差的絕對值是多少 他是怎麼做 我就把y帶掉 y的話是19-10 這個是19-10 4平方 那我要展開來 我就變成s平方 加上多3 s平方 減掉19x2 38x 加上19的平方 好 把493移過來 493 等於0 好那我們這個把它算一下 19的平方 減掉493 等於 負的132 這個是 負的132 負的132 那這是2x 2s平方 減掉49x2 那我要全部除以2 s平方 減掉49x10 減多少 負以2 2612 2612 2612 等於0 我們來看看能不能教他相成 這是66 又2 23得6 23得6 23 31得3 那19的 我們看 22 減掉3 剛好是19 這是1 1 22 他跟3 這是負的 這是負的 正的 所以我就曉得 這個x 有兩種可能 這個是 22 或者是負3 那y等於多少 y 的話 是19-10 19-10 這是負3 19-10 這是22 我兩個剛好 顛倒過來 所以我就曉得 這個 這個 x-y 7 這個-25 這個-25 加絕對的子 還是25 所以答案是25 所以這題應該要選C 所以這題應該要選C 是 至少 是 這題應該要選了